大家平安 感謝神讓我有再次的機會 跟我們一起來敬拜神 我們一起來禱告 用永遠的愛把我們趨集在你們面前 賜下恩典在我們每一天的生命裡面 時常在我們的思想 感覺 還有行為中 對我們說話 引導我們 行走在你所喜悅道路的身 主我們再次的來到你面前敬拜你 主我們要向你敞開我們的心 主謝謝你讓我們有美好的敬拜團隊 讓我們一起透過詩歌 透過上帝你自己的話語 來迎接你所要賜給我們的禮物 主每一個主日都是感恩讚美的日子 願你透過你的孩子們在你面前的敬拜 在你面前敞開我們的心靈 再次的將你的愛 豐豐富富的交灌在我們身上 主讓我們深深的感受到 每一次我們奉你的名聚集的時候 聖父聖子聖靈就如我們同在 三一神豐盛的祝福 帶領感動 就帶著我們走向你所喜悅的道路 將我們的敬拜 兩望在你面前 願上帝你透過你自己的話語 再次的賜給我們生命的禮物 好讓我們每一天都經歷你的愛 也回應你對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呼召 還有帶點 這樣子祷告消脫 奉耶穌基督的禮儀 阿們 感謝神 王牧師邀請我的時候 我們沒有看到六月四號是聖靈降臨節 那這個聖靈降臨節 其實是將會一個很特別的節日 每一個主日其實都是 我們知道主日其實 在猶太人的日子裡面不是安息日 安息日是創造的第七天 但是猶太人的日子是從 就是太陽下山之後 所以一般我們認識的安息日 那所以那個我們 基督徒敬拜的日子是七日的第一天 七天的第一天 所以是安息日的隔天 這樣就是安息日 那我們在這個復活的日子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帶著喜樂感恩 讚美的心來迎接耶穌基督的復活 那很多人會知道說 聖靈降臨節其實 最基本的這個記載 就是在史復行傳第二章 可是剛剛我要請大家讀的是 第一章第七節到第八節 那我們很多人都知道說 當耶穌他受病十字架受難之後 其實他後來就是復活之後 他透過很多種不同的機會 向很多人顯現 所以我們讀四福音書 我們讀史復行傳 甚至到後來 甚至連耶穌在世的時候 沒有跟他在一起的保羅 都因為神特別的恩典 就是在意象中跟耶穌相遇 那這個聖靈降臨其實是很重要 在耶穌離開他的學生 受病十字架前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到十九章 那邊有很長很長的交代 搞代就是因為老師要走了 他以後就是不再身體與他們同在 但是他有交代說 當我走了以後你們不要擔心 因為三一神的另外一位 也就是聖靈上帝會與你們同在 所以我們讀到 本來在福音書裡面 我們看到當耶穌被猶太人抓走的時候 門徒跑光光 我上一次來有講到彼得 就是十二個學生 全部跑光光 只剩下彼得一個人 就是偷偷的跟在耶穌後面 雖然他後來也是 很多人都覺得他不夠勇敢 因為他曾經三次不認主 但是其實他也是當中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勇敢的 因為他就是遠遠的跟在被抓的 耶穌的後面 那當初跑光光的學生 為什麼我們看到後來 他們在使徒行動 甚至後來在教會歷史當中 他們都成了一位 一個一個都變成福音的勇士 甚至在最後耶穌的十二個學生裡面 只剩下約翰長老 就是寫約翰福音還有約翰一二書的 那位長老 他沒有尋到 其他 全部都為耶穌 為了福音 走上了 十字架 這是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一群 嚇死的 本來怕他要死的一群學生 後來都覺得就是 沒關係 神你要用我 主我歡喜你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唱的那首詩歌 主我順服你 主我只要我的生命能夠榮耀你 獻上我的生命我都沒有歡喜 在聖靈降臨這個使徒行傳裡面 其實是講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教會的生日 就是在耶穌要升天以前 這是使徒行傳第一章我們剛讀的 就是耶穌在升天前最後對於學生所說的話 他說你們要聚集在耶路撒冷 因為聖靈要降臨在你們身上 然後他說 當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的時候 你們會得朝能力 在耶路撒冷在猶太全地 甚至撒瑪利亞到世界的各地 做我的見證 然後後來在使徒行傳第二章 我們就讀到 在一次猶太人的聚集裡面 聖靈降臨在這些學生們身上 然後他們就紛紛說起別國的話語 有些人說是方言 這裡我特別要請大家 有機會我們可以回去看聖經 在我們的合格本裡面 翻的可能都是 有的合格本其實是講 他們就說起別國的話語 這個別國的話語 有些人也認為聖靈降臨 讓他們有些人會 把他跟哥林多前書十四章裡面 保羅在講的另外那種方言 就是別人聽不懂 需要翻譯才能了解的那個方言 會有些人會把他 剛開始會沒有認真看的時候 會把他混在一起 因為都是聖靈降臨 所讓我們說的話 但是我們記得 在使徒行段第二章裡面 他所提到的那個 說起聖靈賜給他們能力 讓他們說起別國的話語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使徒行段是這樣記得 他說從全世界各地回到 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的那些猶太人 他們發現他們居然聽到 這些使徒們用他們的相應 就是他們本國的語言 講起耶穌基督救世主的這個 好消息這個福音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本來是住在法國 德國在瑪利亞在非洲 在美國在德國 在任何一個國家長大你 你是在那個地方生活的人 你從小在那個地方生活 然後你的母語是 這些不同國家的語言 你忽然發現這些使徒 用你的母語 你在那邊從小聽的話語 就像我們可能聽到 我會人家的台灣百萬位 或是客位 或是我住民那位 你聽到他們用你聽得懂的語言 在講說耶穌基督是主 是神的兒子 是為了愛世人走上十字架 又復活榮耀主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好消息 所以這個使徒行動 第二章裡面 我們聽到我們讀到的聖靈降臨 所帶給使徒們的話語 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他從來沒學過那些話 可是因為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他就會講那些話了 其實到今天還有一些人 會有這樣子特別的經歷 就是他就是本來可能 他沒有學過什麼私情 可是突然間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他就有辦法私情了 或者是他就有辦法講起別種國家的語言 可是在科林多前書十四章裡面 我們讀到的就是今天 所許多靈恩教會在強調的這些事情 就是他聖靈降臨的時候呢 是speak in tongues 就是意思就是說 他說的是一種所謂的方言或是蛇語 這個蛇語呢 是一般人聽不懂的 所以保羅在科林多前書十四章 十四章十五章 他其實做了非常多的敘述 如果我們大家對於這個方面有興趣 是可以好好的去讀 但是我今天在這邊特別簡單的提到的就是說 保羅他在科林多前書他說 我說的方言 因為他說他曾經有被神提到 這個十三成天 所以呢他曾經經歷過非常特別的經驗 在他在那個美妙的樂園裡面 他經歷到很多神的同在 然後他可以講非常多的方言 可是他說我雖然說那麼多的方言 可是我要邀請弟兄姊妹 當你要追求聖靈的恩賜的時候 恳求神讓你有悟性教導的能力 悟性教導的能力 就像我們剛剛的敬拜團 就像許許多多的弟兄姊妹 在不同的 不是只有在聚會當中的帶領 你在生活中 你遇到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當你在跟他分享你的生命 當你在跟他討論人生的議題的時候 聖靈就在你的生命裡面 就帶領著你用悟性 跟別人的生命做交流 然後別人就從你的生命裡面 從你的分享裡面去感受到 怎麼樣子跟隨耶穌基督 行走在一條豐富生命的道路 不是追求你不是追求你 不是追求生命 世界所希望的那個榮華富貴 而是一條真正被上帝的愛 被上帝的平安喜樂 所充滿的蒙福之路 仿佛說 我寧可你們講五句 悟性的教導 也不一定要講方言 因為他說如果 我們講方言沒有翻譯的時候 別人進來這個教會 會覺得這一群人 是不是就像那個當初耶穌教人他說 他們是點酒點太多了 他們不過是被辛酒充滿而已 但是後來其實他們 在那一場的講道裡面 在那一場那個公宗夫婦的 各種語言的講道當中 許多人猶太人信了耶穌 所以在教會歷史裡面 這被稱為是教會的生日 因此這個也是 就是猶太人的五旬節 也是基督教的聖靈降臨節 也是我們在慶祝 教會的這個節期的時候 不斷的會跟弟兄姐妹 再一次的來回顧 然後來尋求聖靈上帝 再一次的充滿在我們當中 這樣子的一個有意義的節期 那關於聖靈上帝呢 我希望 因為這個聖靈其實是非常豐富的議題 所以我是只有簡單的 先跟大家提三個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要記得 當我們在追求聖靈的時候 很多聖靈教會 會有不同的邀請 就是不同的重點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得 我們在信仰告白裡面 都很清楚 基督教所信的是獨一真神 可是他有三個位格 這是很難理解的信仰教例 我相信各位在信耶穌的時候 我希望教會都有給我們足夠的教導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信的是三一神 我們的神呢 既是聖父也是聖子也是聖靈 然後最比較好的 就是關於三一上帝 其實在教會歷史裡面有很多解釋 那我覺得一個很美的解釋呢 就是我們記得聖父是創造天地 宇宙萬物的神 然後呢 他是在我們之上的神 在我們聖父是在我們之上的神 聖子上帝呢 是以滿內力的神 就是聖子上帝 就是耶穌基督 他是以滿內力的神 他是與我們同在的神 就是與我們同在的神 然後另外呢聖靈上帝 他是寶貴師 他是真理的靈 所以呢 他是在我們裡面的神 所以是above us alongside of us 然後within us 我們如果 就是神其實有的時候 是透過外在的力量 來對我們彰顯 有的時候 他是跟我們同在 讓我們跟我們的整個身心靈 你的理性 你的感性一起運作 然後呢 那有的時候 他是在我們裡面 在我們裡面 其實是不太容易感受得到的 因為我們知道 在現今的生活裡面 是非常非常 充滿了各式各樣聲音的 我先前 我在來張基之前 我有五年的時間在聖經學院 那時候的院長是劉錦昌牧師 他那個時候在 就是我那五年 是跟他一起在推動一個叫做 安靜靈修的這種方式 那其實這個方式是 基督教傳統裡面 很重要的一支 可是呢在很多 因為我們的改革中 有太長的 就是甚至在神學院的教育裡面 因為研究的不夠多 甚至像我在讀神學院的 我讀了神學院教育系四年 然後研究所神言三年 我在教會 在當年我讀的台灣神學院裡面 我也從來沒讀過靈修歷史 所以也從來不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基督教的靈修 安靜的傳統 那可是這個傳統 其實在教會裡面 兩千多年來 是一直持續有人在做的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應該有一些人 會感覺到說 如果你每天每天非常非常的忙碌 其實有的時候你會 會懷疑說我到底在忙什麼 每天的教育都很充實 很多很忙 可是偶爾坐下來安靜的時候 會感覺說我到底在忙什麼 那你的心是不是 總是非常的就是滿足喜樂 然後你有沒有真正感受到說 你是走在被神引導的道路上面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真正有在靈修祈禱 我們有讀經的時候 那一定是安靜的時間 就是因為真正的禱告 不只是向神訴說我們的需求 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面 就是我們要聆聽神對我們的說話 所以禱告一定是雙向的 一定是交談而不是單獨的訴說 我們一定要記得這個部分 那這個聖靈上帝 記第一個 就是我在聖靈降臨節的時候 邀請大家一起來 再一次的彼此的提醒 就是我們一定要記得 不要用台灣民間宗教的那個靈 一般民間宗教對靈的那個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從小到大就是 大樹有大樹的靈 大石頭有大石頭的靈 然後那個七月來的時候 特別是一大堆鬼靈 在我們的旁邊 不要用台灣民間宗教的靈的概念 來想我們在敬拜的這位聖靈上帝 要根據我們所領受的這個福音書 這個聖經來理解聖靈上帝 聖靈是上帝 第三一上帝的靈位 他是我們要去敬拜的 要去謙卑聆聽跟順服的對象 再來呢 我們一定要記得 當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他是讓我們想起 耶穌基督的教導 讓我們為自己的罪 為神的義 然後為末日的審判 而感到我們要謹慎 要好好的去過我們的每一天 我們要記得 就是耶穌他非常清楚的跟他的學生說 我要給你們的 當我走了以後 神上天父上帝 所拆開在我們當中的聖靈這位上帝 他是一位只有基督徒認識的上帝 其他的世人 他說一般的世界不認識他 他們也否定他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認得他 可是你們記得他 你們認得他 因為你們就是我的學生 因為我的話語 就是在你們的生命裡面作用 當聖靈來的時候 他會引導我們更深的明白 再來耶穌基督的教導 耶穌所講過的那些 別人看起來很好笑的話 什麼叫做給師匕獸更為有福 什麼叫做你們如果彼此相愛 人家就認得你們是我的學生 什麼叫做當人打你的這篇 請你把另外一篇也讓他打 什麼叫做請你 當有人要求走一里路的時候 請你陪他走兩里路 你會發現你的生命充滿了 從神而來的祝福跟平安喜樂 你會得到一般的世界的人 所不能夠了解的基督徒的祝福 各位弟兄姊妹 這些耶穌的教導 如果不是聖靈的太理 別人不能明白 可是當聖靈在我們當中 當聖靈引導我們聆聽 並且順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見證說 真的施比受更為有福 真的當我多陪別人走一里路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生命更多的更多的被祝福了 聖靈上帝是一位榮耀耶穌 幫助信徒告白基督是主 幫助信徒記起耶穌的教導 然後順服的神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 如果有人被靈充滿 然後他不是告白耶穌基督 我等一下會講一個故事 那這個靈 你一定要很小心的去分辨 再來就是 我們的長老教會的老祖 老前輩老祖宗 就是加爾文牧師 他講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神的靈跟神的話 一定是彼此連結 共同運行的 也就是當我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神的靈的感動會讓你記得聖經的話語 順服耶穌基督 也幫助我們就是了解聖經的話 神的靈會幫助我們了解聖經的話 聖經的話會幫助我們了解神的靈 所以聖靈跟聖經的話一定是彼此吻合的 如果你發現有一些人他傳講聖經 就是被聖靈裝滿 然後他所傳講的是片面的聖經 我一定要強調是片面聖經 因為今天我們讀到的 我們接觸到的很多 某一些靈恩教會 或者是強調成功神學的教會 他引用的話 絕對都是從聖經而來 可是他跟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為愛走上十字架的這個基本中心信仰 基督教的中心信息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神聖的去做分辨 在談到聖靈的時候 因為台灣人太習慣 包括我認識的某一些基督徒 都會用慈常感應去跟我分享一些 他們對信仰的體會 所以我邀請弟兄姊妹一定要記得 約翰一書第四章第二節 我來念給大家聽 親愛的朋友 一切的靈不可都信 總要查驗那些靈是否出於上帝 因為有許多假先知已經來到世上 凡宣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而來的靈 救世出於上帝 由此你們可以認出上帝的靈來 我們知道其實從耶穌的時代到 許多就是歷史一代兩千多年來 其實不斷地異分在我們的教會中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傳講 就是有另外一個先知 或者是有其他的靈 那所以呢 在這裡我要特別的跟大家 提醒幾件事情就是 我們一定要分辨諸靈 就算是在教會聚會當中被充滿的時候 也一定要分辨諸靈 那這是新教比較大的問題 我講的新教就是一般我們聽到的基督教會 因為如果是在東正教或者是天主教會裡面 他們神職人員的power 權威是非常明確的 只要沒有神職人員的助聖跟遮蓋 他們是不會舉行所謂的靈能特會 但是基督新教 或者是我們在台灣所看到的很多教會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一位黃朱倫牧師 他是新加坡人 那他是目前全世界環球聖經工會的總幹事 那他也是新加坡神學院的教授 他曾經來 他應該也都並且會來台灣做聖經講座 在他的一本叫做聖靈跟初期初代教會的書裡面 他有提過一個例子 就是他在他們 我們知道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很近對不對 就是他們其實坐公車就可以到 他就是有一次到馬來西亞那邊去 華人教會在做待聚會的時候 他就曾經聽過一個 一位弟兄跟他分享說 這位弟兄他原本都是在所謂的傳統教會 敬拜 但是他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的工作的關係 他就是沒有辦法參加 很可能傳統教會就是很熟 那個早上一定要十點鐘做禮拜 就是常常教會很多常常被反省的部分說 禮拜一定要十點鐘不能九點半 你們有佛教會的故事量 你們有九點半聚會 那他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就是到 他原來經常聚會的教會去做禮拜 所以他就去參加了 某一個靈恩教會的禮拜 那在有一次的禮拜當中 他就有經歷了就是 他就整個人就站不起來 然後就有一位長老走來他身邊跟他說 你被聖靈充滿了 然後他就開始說起蛇語 那這個他說他以前不相信 基督徒需要追求蛇語 可是當他講蛇語的時候 他覺得他很快樂 後來他經常用這個蛇語來禱告 也偶爾當他的孩子生病的時候 他說他用蛇語幫他的孩子按手 他的孩子的疾病也都變好了 可是他自己心中對於這個蛇語 就是一方面也覺得有時候很快樂 可是一方面他常常在讀經靈修的時候 又覺得好像有一些 在就是something wrong這樣子 所以有一次他就讀到 就是我剛剛讀的約翰一書 就是提醒他說 你們不要一切的靈 你們不要都信 你們要分辨那個靈 是不是認耶穌基督是主 是不是相信耶穌是道成肉身的神 的這位上的這個靈 所以有一次他當他在speak in tongue 就是講蛇語的時候呢 他就問那個靈說 你相信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嗎 他說當他問那個 讓他講蛇語的這個靈的時候呢 那個靈就不講話 因此他就奉耶穌的靈 命命的靈離開他 那後來他說 他跟這個黃族人牧師 這位弟兄就跟 他後來就不再會講蛇語了 然後他也回到他自己的傳統教會去敬拜 然後他也跟黃族人牧師分享說 他說他覺得他會講蛇語的那一段期間 是他人生中最驕傲的時刻 我們剛剛有讀加拉太書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聖靈節的果子是什麼 靈弟兄姊妹有一些 不管是牧師像我這樣的牧師 或者是我們熱心追求聖靈充滿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追求的聖靈充滿 沒有讓我們結出聖靈的果子 而是批評對方 而是驕傲 而是論斷 就是耶穌叫我們不要論斷 就是如果我們結出的果子 跟加拉太書所提到的 或者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 我們耶穌說 我是一個溫柔善良的人 他說 凡老骨丹重丹的來我這裡 我要讓你們得安息 我們從耶穌基督的生命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怎麼樣一個順服上帝 怎麼樣子對熱捨的罪人 都不論斷 都愛他 都寬容他 都包容他 都歡迎他回到神的環抱的 這樣的一個耶穌基督 如果我們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們結出的不是這樣的果子 我邀請我們 好好的去問一下 那位充滿在我們生命裡的那位靈 他是不是告白耶穌基督是主的 我讀這個故事其實 有很深的反省 因為事實上 像我遇到一些很愛主的弟兄姊妹們 有些人是很認真的在追求聖靈充滿的 可是我們一定要記得 今天的聖經很簡要的跟我們大家分享說 十足行段第一章第七節到第八節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經句 就是當聖靈充滿我們的時候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榮耀耶穌基督 就是要讓我們為自己的罪悔改 歡迎主耶穌的愛來我們當中 歡迎主耶穌的愛成為我們一生的陪伴 成為我們患戰中最好的幫助 成為我們任何時刻離開黑暗 離開自己的軟弱 走向耶穌被神的愛所充滿 被神的愛所更新 被神的愛所醫治的 這樣子的一個好消息 各位弟兄姊妹 聖靈上帝絕對是三一神的一體 所以聖靈上帝的工作 就是幫助我們 回到天父 回到耶穌基督聖子上帝的身邊 聖靈上帝所結出的果子 也是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裡面 都應該不斷的去追求的 雖然很不容易 像我是一個很 我覺得很不溫柔的人 很很吵的人 但是我覺得 神就是邀請我們 進入祂的愛 進入祂的恩典裡面 所以我要邀請大家 一起閉上我們的眼睛 我們一起來聆聽 然後來想一下 感受一下聖靈上帝 進入我們靈念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結出的果子 我們可以結出的果子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人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忍耐 恩慈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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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 奔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洁智 在我们之上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里面的三一生主我们感谢赞免你 我们知道你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事 你常常对我们说话 主啊 你们在我们上面保护着我们遮盖着我们 主啊 你在我们旁边与我们同行激励着我们 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感动我们 主啊 恳求你圣父圣子圣灵的爱 你的感动 你的引导 使才引导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 主啊 你的孩子们要追求你的同在 但是我们有时候软弱 有时候被肉体的私欲顺落 有时候被自己的个性和许许多多的障碍所捆绑 主啊 帮助你的孩子们就依靠你的同在 征脱这些魂板 主啊 帮助我们明白每一天 都是生命得着更新 得着意志的时刻 主啊 让我们时常能够来到你面前 谦卑的此时敬拜 在你的面前 认罪悔改 让你的爱充满着我们 让我们深深的被你的爱所得着 好 让我们得到力量 离开黑暗 走向耶稣基督的光明 离开罪恶 迎接耶稣基督的恩典 主啊 带领你的孩子 把我们的心归向你 好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被你更新 好 让我们因为被你的爱所充满 所安慰 所医治 主我们就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你 即使十字架让我们流泪 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重担 觉得难过 想要哭泣 可是我们记得 记得当我们哭泣的时候 你陪着我们哭 当我们重担的时候 你和我们一起扛着那十字架 当我们快乐的时候 你和我们一起欢乐大笑 主啊 让所有你被你保险 所赎回的孩子们 深深体会到 你就是不断的在我们上面 在我们旁边 在我们里面 陪我们走人生道路的神 主啊 引导你的孩子 一次一次的悔改 认罪 回到你的身边 今天我们要来享受你的肉体 你的保险 你的同在 让你的生命再次的连结 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因为领受主 你的身体跟保险 我们的生命就再一次的被坚固 因为深深的明白 善意神与我们同在 带领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 祝福着我们 将你的孩子们仰望在你面前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很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上帝 为我而生 爱我出黑暗 进入光临火度 使我再次能看见 祝福耶稣 我感谢你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的抱歉 为我而生 成为我而生 总归是家乡 一间半年跑掉 是我完全和自由 包围世间的荒荡 自我生命 主耶稣 我父亲爱你 包围世间的荒荡 是你所以的缘 你的爱为我们来源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过度 是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包围世间的荒荡 包围世间的荒荡 是你所以的缘 你所以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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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围世间的荒荡 身体为我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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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以的缘